台北市街头一早飘起雨来 11月中旬湿湿涼凉的天气 但西北太平洋海面上还是很热闹 恐怕出现四台共物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面有四个热带系统 捷克台风目前即将登陆菲律宾 它未来持续向西 然后偏西北的方向移动过程到南海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预估在周二到周三的时候 下雨对东台湾是比较明显 尤其在宜兰地区 集中北海岸 虽然在大台北山区可能会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几率 TD29最快周二会发展成天土 预估环流小强度高是小钢炮型台风 目前预测有两条可能入境 第一条持续上西北溪进入南海 但第二条由南往北将会很靠近台湾 目前变数还很大 周四晚上将是是否北转的关键时间点 不管是走第一条或者第二条 对我们局部地区还是有集中而且显著性的降 甚至于会伴随一些强劲的阵风 哪些区域特别要注意到 北部东北部还有花莲以北 台风季延长赛可能写下首度四台共存历史 防台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环宇新闻陈下音黄萱萱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